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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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舉介帶你來關心的是 10月5號即將登場的是 美朝核談判 在美朝核談判之前呢 美國釋放了一個 滿有意思的訊息是 本來北韓不是被制裁嗎 這也不能賣 那也不能賣 搞得自己窮兮兮的 美國說 沒有關係 這樣的 來 我跟你交換 拿什麼交換呢 請你關掉民編合設施 我就解除你煤礦 以及紡織出口的禁令 那不得了 對北韓而言 煤礦以及紡織 就是它兩大主要經濟命脈 根本就是它兩大搖錢樹 你知道嗎 而且北韓的紡織 還搞出了一個東西 號稱是可以吃的衣服 可以吃的衣服 因為北韓實在是這個國家說 真的很窮 甚至於我還聽過一個很好笑的故事 三香泡麵 你知道嗎 我一個朋友以前 她說她到北韓去出差 然後來帶了三香泡麵 然後當地就有一位女士 然後幫她洗衣燒飯 然後 你這樣講會讓我們想到不好的地方去 對 所以你看看這個國家窮到這個情況 那這個就是可以吃的衣服嗎 食物缺的這種情況 他們現在開發的 畫面上這衣服滿時尚 可以吃啊 擺在北韓還有時尚雜誌 你可以想像嗎 據說它是不是可以在水的 水到底怎麼 要不要煮我搞不清楚 不是 它更融於水是不是 它這個纖維 本身它裡面就有含蛋白質 也就是說 他說如果說今天找不到東西射的時候 直接把它拿來啃一啃就把它吃下去 然後來 他特別推薦 登山客 還有愛冒險的民眾 萬一遇到這個 遇難的時候 可以把它拿來溶掉 就是把它泡到水裡面 溶掉就可以拿來沖雞 其實很多人不知道 北韓的 鵝蓉是吧 對 它的鵝蓉當然你說 它的鵝蓉很厲害 鵝蓉因為它那個都是 它那個地方有很多 所以它的羽蓉也很棒 對 所以拿來賣到那個 像譬如賣到大陸去或什麼 都是很多人要搶購的 一個目標 其實很多人不知道 我們買的Made in China的羽蓉衣 其實是北韓賣給中國 然後沒有貼牌 中國再貼上一個標籤 Made in China 然後在哪裡代工呢 就是在一個地方叫 開城工業區 它的羽蓉衣可以帶來 7.52億美元的收入 觀眾朋友 如果這個禁令一旦解除 絕對不是7.52億美金 為什麼呢 因為中國也買那個了 反正你有禁令嘛 你也不能賣 所以我跟你講 以前北韓不能賣的時候 一個一百塊的東西來 二十塊你要賣嗎 我啊 我也沒有了 反正全世界只要我自己買東西 所以每一次中國都殺低價 用非常非常低的便宜 價格去賣北韓的東西 那一旦這個禁令解除 人家他就可以賣到市場價格 所以將來的外匯收入 絕對不是 其實只是7.52億美金 其實金正恩他 你看他最近一直在射飛彈 他最近一直在射飛彈 射飛彈 當然有很多層次的意義 有些意義是比如說 他今天對南韓不爽 南韓辦了一個很大的一個 閱兵 然後把跟美國買的F35拿出來了 那個金正恩想說 你就是想要來統一我是不是 我就射兩顆飛彈給你看 當然那個北韓有時候射飛彈的時候 當南韓跟日本之前鬧得最不愉快的時候 他也射了兩顆飛彈 有點幫這個南韓的 有點幫槍的這個味道 那當然你看 北韓他現在射了一大堆飛彈 他其實說真的 他是跟他的核子工業是有相關的 為什麼 因為他們前幾天試射的那個飛彈 大有玄機 號稱是什麼 前幾天試射的是不是 北極星3號 對 沒錯 北極星3號 北極星3號是一個什麼樣的飛彈呢 北韓這個國家說真的一窮二白 他的海軍其實很慘 海軍三下兩下 如果跟第二次韓戰爆發的話 可能大概幾個小時 大概到半天 就可以被美韓聯軍完全消滅了 但是北韓有一個很可怕的殺氣 叫做彈道飛彈潛艦 他的潛艦也可以打彈道飛彈 但是他的彈道飛彈潛艦 並不是真的要跟美國去搞什麼核對抗 或是相互保證毀滅 他就是要拿這個東西來訛詐美國 訛詐美國要逼美國 等於說要正視北韓的存在 然後來讓北韓能夠達到他的訴求 所以他今天你看 北韓說什麼 他之前帶了西方記者去平壤 去那個名片去這個封吸裡 看什麼 看北韓把測試核彈的這個地道給爆了 那個爆假的啦 其實還是真的敢爆 報給老美看 但也真的是爆 但是呢 是爆啊 但是問題是他早就轉移陣地了 不是 他而且之前 其實他該爆之前對不對 他要的這些技術能量 通通都有了 那我乾脆去爆給你看嘛 對不對 而且你看 這就是當時爆的畫面 這個是第一 他是北韓他摧毀寧邊的核設施 他剛剛摧毀炸掉這個東西 是核子反應器的一個冷卻塔 因為其實核反應器對於一個國家來說 是非常重要的 為什麼 因為核反應器 他把這個又反應之後 他可以拿來到體電部 然後把部呢 再把它濃縮以後呢 就成為濃縮部 大家以為 每次看到核電廠都以為它會爆炸 對不起 核電廠要爆炸 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 那他這個爆是因為答應了川普去爆的嗎 沒有 那是之前的 那之前為了要解除這個聯合國的禁令 那時候是為了要解除聯合國禁令去爆 對 然後但是呢 其實那時候爆了 或說荒廢了以後 其實結果並沒有能夠讓 他轉往地下 對 寧邊核設施就是這一次 川普跟他談的條件 你要賣紡織可以 你要賣煤炭可以 來 把這個關掉 是不是其實川普也知道 你根本就轉移陣地到地下去 應該說他的寧邊核設施一直都在 而且最近你看 他其實還有更活動的情況 你看 這是寧邊的核設施 你看 他被拍到的是不是 對 你看他那邊有一個 就是核子反應器 而且核子反應器可以 可以產生500萬瓦的 這個電力 這個核子反應爐被拍到了 對 然後另外它下面還有一個 清水的這個核子反應爐 清水反應爐也被拍到了 所以它本身這個都是核子反應器 另外它旁邊就是在這個 核子旁邊 你看 在那個地方你看 它除了把這個 反應器弄出來 你看它還有什麼布在處理中心 我剛剛不是講了嗎 又分裂之後就可以產生布 布在處理中心 對 又分裂之後產生布 然後布把它 那這些被拍到的 其實它都是在地底下嗎 沒有 是在地面 但是就是它還是繼續維持運作的 然後另外它那個布才能夠 我剛剛講能夠拿去濃縮 濃縮才能夠拿去做核子彈 那個北韓之前不是蹦了好幾次嗎 它在地下做試爆 因為現在大家不敢在地面上做試爆 它就在地下挖了一個很深的隧道 然後在這個把核彈放在裡面 5 4 3 2 1 蹦了以後 就產生一場人造地震 對不對 人造地震 人造地震一發生的時候大家知道 所以這是在做核試爆 對 而且地下的一個核試爆 地下核試爆 地下核試爆 它這個地上也這麼大 它會把地面上的一些塵土 炸得漫天亂飛 那這樣還不知道嗎 其實 這樣還不知道它在爆嗎 所以你看它這個 就是告訴你 它怎麼樣進行地下核試爆 首先先把這個核彈 放到非常非常深的底下 對 然後進行這個爆炸的控制 可是它那個塵土還是很搭 對 它還是要把這個就是 你看它外面這個 那個重重先把它封填起來 為什麼呢 因為它盡量就是說 封填起來 最主要是不要讓核爆以後 產生這些輻射層 到處往外面亂飄 但是我們看到它爆炸之後 整個產生的這個震波 會往地面 那個傳遞 那往地面傳遞的時候 就會把地面一些塵土 把它整個噴炸起來 但是最後來 炸了以後 它會形成一個很大的空洞 所以我們大家之前不是有知道 北韓製造的人造地震 大概有五級 但是隔了一段時間之後 又來個地震 大概兩級 為什麼呢 就是這個洞整個攤下去了 洞攤下去還會有兩級地震 對 所以你看它炸開這個洞有多大 所以現在這個北極星搭配了 那北極星我看到新聞 有一個地方看不懂 來問一下小偉 來往前看 他說看起來像從海基平台發射 這是什麼意思啊 為什麼呢 因為現在 在海基平台發射跟在潛艦 為什麼不一樣 好 因為現在來說 它本身這個潛艦還在製造中 而且它這個潛艦能不能夠打出飛彈 還要經過測試 因為你知道我真的從潛艦打飛彈 像那個如果萬一打不好 這個潛艦爆了怎麼辦 所以它要等到技術都完全驗證過以後 沒有問題才從潛艦裡面打飛彈 它現在是怎樣呢 那你說是從海基平台 就代表說它的潛艦技術 還沒有到那個抗瘡嗎 它現在正在建造可能還沒有完成 所以呢 但是它飛彈也要測試 所以它飛彈測試呢 就是它先弄一個平台 弄到平台以後呢 把這個平台把它沈到水裡去 然後沈到水裡去以後 就模擬從水裡面發射這枚飛彈 所以但它這次發射這個北極星3號 你看它之前呢 曾經在閱兵展示過 他們潛艦所發射的這個北極星飛彈 就是當時我記得是2018年閱兵 閱兵的時候呢 就有一堆穿白衣服的水兵 站在這個 就是這個 你看看 這個是北極星的飛彈 這就是北極星 剛剛前面那個白色的那個是北極星飛彈 對 這個是後面它包括展示的火星十四 那這個是嗎 這個就是北極星飛彈 你看它比較小 裝在潛艦裡面 跟我們那天看這個巨浪2 感覺有點像 當然巨浪2比它要厲害 撐頭多 因為巨浪2很大 因為巨浪2很大 其實從俄羅斯弄過來的 俄羅斯弄過來的 俄羅斯弄來的 對 然後它這個飛彈 裝到潛水裡面 就像我剛剛講的 如果每個官兵發一些口糧 對不對 然後這個潛艦非常艱苦卓絕地 航過了第二島鏈 也就是當它這個飛彈 因為它目前經過它的試射 認為它這個飛彈 可以打五千公里遠 很遠耶 的確滿遠的 所以你看它如果 比如說跑到夏威夷 或夏威夷東 你一射 對不起 就從你美國的後門 射到美國裡面去了 你前面布在阿拉斯加 什麼這些彈道飛彈防禦系統 通通不管用 好 所以當然 5號我們要來看 小胖會不會答應 這個交換條件呢 我可以看過 你不想看 我會看到 這個大小的 想法 我會看到 你不想看 你不想看 我會看到 有些人 有些人